RT报道截图 这些反政变人士,占领了大使馆,防止其落入美国反对派领导人光一多之首。报道称,这些人都是马杜罗的支持者。为驱赶使馆内的反政变示威者,美国政府甚至切断使馆水电供应,阻止食物供应。 5月13日,在接到一封被署名的通知,威胁要逮捕占领委内威拉大使馆的马杜罗支持者后,一些人选择离开使馆,但仍有四人选择留下来,直到16日,被美国警方吵入逮捕。 RT称,这四名活动人士涉嫌,干扰从事保护职能的联邦执法人员,这在美国属于清罪,最高可被判一年监禁和一千美元罚款。 据报道,法官下令反政变人士,避开目前尤委内瑞拉反对派代表控制的十个地点,美洲去相关部门进行检查,以此作为他们获释的条件。 此外,美国政府还要求没收他们的护照,但这一要求遭到拒绝。 但如果他们计划出国旅行,必须同知相关部门,获释的反政变人士质疑凯文。 则斯表示,他们期待审判,他们计划证明委内瑞拉有一个合法政府,证明美国此举违法委内内公约,证明这是一次不恰当且非法的逮捕。 报道称,这四人将于6月12月回到法庭接受审判。 在,这四人被捕后,委内瑞拉负责北美事务等外交部副部长卡洛斯。 罗恩谴责美国的行动,称其违反维亚内公寓,委内瑞拉政府没有授权任何美国执法人员进入该使馆。 在国际法下,该使馆属于委内瑞拉外交财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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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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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